我先展示一下我稍微修正完的版本 是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我畫的還算順 那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當我把它這樣子 它並沒有消失 那即使我把它變小 再變大 也沒有消失 那這一點是怎麼達到的呢 我的做法目前是這樣喔 就是我在 Fone1.paint的地方喔 去把整個東西重新畫出來 所以 它每一次 譬如說它被縮小了 再放大的時候 它會重新呼叫一次 Fone1.paint 所以它就不會消失了 那但是我這裡其實還有做一些技巧 什麼技巧呢 第一個你會看到我在mouseup的地方 我做了一個插入-1-1的動作 為什麼 假如我今天不這樣做 我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我今天如果不這樣做 OK 我這樣子好像沒問題 好 345 OK 但是呢 為什麼會這樣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今天這個到這邊 我是不是插入最後一點 插入了最後一點 然後接下來我緊接著就插入4的這個第一點 那 它怎麼知道這中間要斷掉 它不知道中間要斷掉的結果 就是我稍微變一下 它就連起來 所以 為了 避免這種情形 我把它 插入了這個-1-1 那我在程式上呢 就會去判斷說 一定是大而靈我才畫 如果是小於0的情況 就代表那個斷點 所以就不用去畫那條線 那這樣子的結果 就不會有剛剛的那個問題 好 那這時候我在做 就不會有那個問題 那它也知道 該怎麼樣子重劃 OK 好 那所以 關鍵第一個是 我必須要去 在Fone Pen的裡面重畫 OK 但是呢 我 之前的這些程式 基本上沒什麼變動 就是跟剛剛的 狀況沒什麼變動 只是插在加了-1-1 這一個部分而已 那這是一個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但是這不是標準的做法 因為 真正標準的做法 你 你 會考慮到一件事情 那個那個事情 比較複雜 我今天 不會示範 因為 示範下去 大家 會很頭痛 那那個事情 就是雙緩充區的問題 各位知道我們的電腦 其實 發展 繪圖的視窗界面 是 是一個蠻長的歷程 那其中有一些東西 是要搭配硬體的 那搭配硬體 也就是 繪圖卡 顯示卡的這部分 顯卡上面 其實都會有 通常都會有一個 跟螢幕一模一樣大的 記憶體空間的 緩充區 什麼叫跟螢幕一樣大 它可以容納一整個螢幕的點 是哪一種顏色的 它會放在顯卡上面 有一塊記憶體 那 當 我 我們如果 如果 我做一件事情 各位就會感覺到 這個這個的嚴重性 假如我今天 不要在這邊做Drawline 我今天呢 是在每次mousemove的時候呢 我就重劃 我就重劃 那重劃的動作是這樣 我就Invalidate Invalidate的意思是說 讓這個物件失效 這個物件一旦失效 視窗知道它失效了 就會重劃 OK 那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果 你會發現它很奇怪 有沒有注意到它螢幕上在閃動 可以感覺到嗎 螢幕上一直在閃動 為什麼它會閃動 因為我一直在重劃它嘛 我每加一個點它就一直重劃 而且我的重劃方式 不是用酸晃充區的 我的重劃方式呢 是 每次就真的從頭到尾 畫一遍那個線 那這個結果呢 就會造成它閃動 那我如果想要它不閃動怎麼辦 我必須要利用 硬體的酸緩充區機器 要能夠搭配 那這時候呢 我必須要先建立一張新的影像 然後呢 在這個新的影像 畫上面畫 但是暫時不要把它呈現出來 等到我真的要呈現的時候 整張影像直接切換過了 這樣子的話 它的酸緩充區才會 才會有效 那所以各位如果碰到這種情況 就請你要想起 我曾經告訴你們 酸緩充區的問題 那未來 你如果碰到這種情況 你可以再來問我 或者你可以去查一下 C-Sharp怎麼處理這個酸緩充區 那原則上 在我這裡其實 我有做一個電子白板 那這個是比較複雜的一個功能 它其實裡面我有使用到這種技巧 那它做出來會比較流暢 就是不會有剛剛那個一閃一閃的情況 而且它會有比較多的功能 我這邊已經把它弄下來 我稍給各位看一下 但是我們不講解這個程式 好 這是我的白板 OK 我現在在上面畫 OK 這樣子沒有問題 那我如果呢 呼叫動作 然後把它清楚 OK 那我再畫一次 OK 那我也可以在這邊呢 選擇畫筆 或者是橘形 我可以畫橘形 我可以畫 剪貼 剪貼 比如說我把這個東西剪下來 我把它剪掉 那我這邊呢 可以選顏色 比如說我改成紅筆 現在我在剪貼模式 我改按一下D 變成畫圖模式 OK 那這時候我可以換綠色 那我可以設定比寬 比如說9點 這樣就變得很粗 如果我設20點 那就更粗 設50點 那就非常非常的粗 OK 那當然我這邊還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我可以抓取畫面 清除畫面 剪貼畫面 開啟檔案 儲存畫面 儲存剪貼這些 那基本上我這個做的功能是這樣 我示範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像現在這一個畫面對不對 那我希望說 有時候其實我們會 會想要在這上面畫一些東西 但是你可以直接畫在這上面嗎 不太好 因為視窗不太允許你這樣做 除非你對系統呼叫很熟 除非你對系統呼叫很熟 那我就先這樣子 按Ctrl S 你可以看到我截取了這個畫面 那截取了這個畫面之後呢 它是在剪貼模式 我可以剪 我可以剪下這一塊 OK 那我甚至可以把它存檔 在這邊儲存檔案 也可以 儲存剪貼 那但是我也可以 譬如說我在這邊畫 哇 現在筆太粗了 那換一下 我可以在這上面畫 那這樣子我就 我就可以 譬如說這一行 我講解到這一行 我就看這一行 OK 好 那這其實只是把整個畫面 抓下來 然後放到視窗裡面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 OK 顯示功能表 這裡我是有放 像這個功能表 但是這沒什麼用 顯示側欄 好 這裡就是剛剛我做剪貼的圖片 那這個大概各位 如果你期末做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應該就很不錯 那顯示工具 那這工具就是 如果你不習慣用這個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比較好用 這個不好用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 我們 我們 這個程式裡面 所用到的 讓你看起來很順的 那種東西就是 有用到 另外一張 影像 然後把它 馬上貼進來的方式 好 好 OK 那這次剛剛 附帶 講一下 就是 有另外一個技巧 但是我們現在在這裡先不細講 好